以下来分享这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也都会遇到的 就是读书很没有耐力 一下子就不想读啦 或者是就撑不下去了 首先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一天啊 读四个小时真的够吗 好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希望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如果让你去跑操场三圈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第一圈就全力冲刺吗 还是你第一圈会开始慢慢跑 第二圈呢 顺顺的调整你的呼吸 那第二圈跑完了 发现自己力气还很够 所以你第三圈会怎么样 全力冲刺 我希望你可以去想一下 什么叫学习 什么叫复习 我们一般说的学习 就例如说是听老师讲课 是吸收知识到你的脑子里 或者是你看影带等等啊 那么复习呢 就是你自己读书的时间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是最好老师教过的课 你能够在当天呢 能够做一些复习 你能够有自己读书的一些时间 去把学过的东西 把它整理 把它阅读 这边所说的整理 不见得是要写笔记的整理 而是说你脑子要想过 这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要做一些思考跟整理 那最理想的状况呢 就是把这个学习 学习完了复习 又学习又复习 这个不断的交叠 穿插 分割 就比较能够稳固住 你想要记忆的内容 跟学习的知识 那这样子交叠呢 你也比较能够有耐性 往下继续 再来呢 这个耐力的培养 你要去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要去试着去寻找 你自己读书起来 最舒服的方式是什么 例如说我会跟学员讲 假设你一天读八个小时 你看看能不能延长到十个小时 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总是要去试一试 你最舒服 或者最极限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从中去找出一个适合你的 读书的时间 读书的量 你要怎么样去平衡这个读书量 跟读书的时间 其实量当然是比时间还要重要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先用时间去控制你的阅读 控制你的读书的耐力 就像番茄石中法一样 一定的时间就休息 然后控制好时间再回来 也不要一休息休息太久又跑掉 而是应该要把时间又再把它拉回来 控制住你的休闲 控制住你的读书 慢慢的慢慢的 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 再来就是读书的分量 胜过于你的时间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 你还是要去仔细的去横着 这个量跟时间的一个分割 不要因为要充量 而过度的使用的时间 然后你就可能会过于疲倦 你一读就忘了时间 可是你读书的时间太长了 以至于牺牲了你的睡眠或休息 因为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 没有一个踩刹车 你最后就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弹性疲乏 弹性疲乏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立刻去休息 否则呢 你这个弹性疲乏 可能会造成你最后考试的心态 跟你的能力完全的崩排 所以读书的耐力 是一个逐步渐进式的过程 时间只是一开始的第一个维度 后面的是你的量的维度 然后最后你才会讲到品质 因为有些人的时间拉很长 但是他真正专注在读书上面的时间很少 他可能今天读了四小时 可是有一个小时都在玩手机 都在看别的东西 都在想别的 那就代表说 他只重视这个时间 他没有真正的专注在他自己的书籍上 他这个效果 就只有表面上的时间 而没有实质上的量 我们必须要去抓到一个平衡 然后呢 这个耐力赛 才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持续下去 我们读书最重要的就是持续 不断的持续 才是耐力的根基 所以如果你每天能读半小时 比你只读十天来得更好 但如果你完全不读 你可以有的时候突然间读两个小时 也比没有好 不管如何 先求有 再慢慢求时间 再求量 最后再求持续 那这样子你的读书的耐力呢 就会渐渐的稳固起来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